5月27日,崔永元在微博发文讽刺刘振元女儿刘雨林不要脸火得更快 他配了一张之前有媒体采访刘雨林的截图 该新闻标题写道 刘振元女儿,我爸教我不要脸,李安教我不要着急 崔永元则配文,你爸这个快,李安那个慢,来讽刺刘振元不要脸 自手机2开拍的消息传出,崔永元与导演冯小刚 编剧刘振元的矛盾就闻被人翻起 原来手机曾拍成电视和电影 而封小刚知道的电影版手机中 有一说一的主持人,严守一,被网友认为脱胎于崔永元 电影中的严守一,作为谈话节目主持人曾出轨 后来还化上了抑郁症,这引起网友对号露作 认为严守一就是崔永元的故事化角色 崔永元近日在得知手机2的开拍后,曾与刘振元沟通 并晒出于编剧刘振元短信截图 后者告诉他新电影并不是手机的续集 而是重点将微信朋友圈,且片名定为朋友圈 然而,后来的开拍消息却以手机2的片名进行宣传 为此,崔永元曾公开发文称 冯小刚就是渣子,目前冯小刚、刘振元等方面并未正式回应 是否刘振元 是否刘振元 是否刘振元